我們已經完成,我們堅持不做高價,高價有大缺點、噪音等等 拖到那麼久了,那還是高價 過去這個時間好像白過了,白妥協了 現在還是高價 現在政府中央也很窮 跟他去爭取也很困難 有什麼突破的方法能夠達到我們的夢想 整個國家的資源的分配是那樣的不均衡 台北結了那麼多條,又一條又一條 到現在台中一條都沒有 這怎麼能不能結合起來,跨越政黨,形成一個力量 來改善這個情況 請教,謝謝 這問題很關鍵,如果大家回到剛剛那個大台東三首線 還有東京三首線這招題,幫我回去一下 其實,捷運因為晚做所以越難做 如果二十年前神父還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就下捷勳做 那今天已經完成了 所以越晚做只是越後悔,因為世界的趨勢 它最後一定回到軌道運輸的 那錢從哪裡來我再來講 我們可以從有限之下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講的三線現在因為中央全部出錢嘛 所以從豐原一直到大慶下來 高價解決化,這個是過去因為在縣市的交界 它就像東京的三首線,在外環的時候啊 高價比較不會影響 但室內是一定要做地下 這個沒有第二個選擇啦 因為你在中港路也好 在文新文化裡一旦高價化之後啊 那個會損失啊 不管說我們的天氣線看不到 未來交通還是會打劫啦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那不如你還是用平面的逐步去改善 那怎麼樣去籌這個交通的一個基金來處理 我剛剛講西雅圖的例子是透過人民公投 你要有這個建設,你也要付那個代價 所以事實上是可以有個好的我們的捷運路網 來讓大台中的人公投啊 我是覺得這個mandate 就確定了我們要走這條線 我們才有這個正當性把現在的計畫 把它hold住 不然坐下去之後倒起來 不會用的啦 所以就是我認為中央欠我們台中 這個我們要自立自強 自己怎麼去處理 我是認為他如果先從一些好的路網做 再加土地開發 就像我們講的tod啊 就是我們講的transit oriented 這個development的一個 就是發展的導向 你看東京的三手線完之後 它的沿線包括磁帶 包括這一個比如說這個 這個澀谷 包括品川 它都是一個 從點線面變一個圓圈啊 台中往外再連結啊 所以它的土地 它的一個環境會往郊區來連結 所以其實台中比較做 我認為喔 比如說在大慶一直到烏日啊 那個地方是交通跟物流的中心嘛 那個可以高價化延結兩公里嘛 然後把那個我們往彰化 就是成功追分 或往海線那個地方啊 也先把它雙軌化 就是說你慢慢的讓比較南台中啊 或原來的台中市周遭的任督二脈 那一些樞紐打通 同樣的會使得車流比較順 那這個其實配合這個東西來做土地開發 的話還是會有前進啊 所以不是那個錢的問題 我認為是願景決心啊 的問題 好來 再一個 我們就要再一個步驟 最後一個步驟